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的呃和音就是自制噪音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说英语没有信心 第二,纯粹是为习惯 无论如何都好,对方不知道这么多 会有两种感觉 第一,you are hesitant 你犹豫不决 第二,最糟的就是 他认为你想过度过才说大话 第一,说的结论就是 咬着牙筋戒了呃、暗 再说呃和暗 根据Longman字典 这两个都是interjections 感叹词 used when one cannot decide what to say next 意思就是说话说到卡住就会呃和暗 既然是这样,如果有人问你 what's your name 你这样答 my name is Peter Chen 这个呃肯定是噪音 完全没理由的 难道自己姓什么名什么都不肯定 那这样的情况又不同 有人问你 when can you give us a reply 你一时不肯定要想一想 你可能这样回应 next week,I hope 这个暗不算是噪音 因为有理由的 即使是这样,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你不要呃雨格太多 呃雨格太多而亂 呃雨格太多就被人觉得 你不了决断 indecisive 也都不抗拿 not smart enough 讲口才 总应同理 讲武语 呃!呃! 跳呃雨格太多 都是一个常见的缺点 嗯 这两个表现 魷疑的声气 用得多就是噪音 还有没有止滞的噪音 还有 例如問你一件事,你這樣回答 Well, actually, I mean, you know 勉強譯成中文,其實就是理智 看回英文 Well, actually, I mean, you know 這個根本不是句 就算當作一句也好 其中沒有一個有意思的字 全部都是noise,噪音 本來, well, actually, I mean, you know 每一個字或者詞語都是有作用的 但是對在一起,這樣用法濫用 就是噪音,是noise 我們說英語不純熟 難免經常要停下來想 一想得多,就有很多空間 於是就用Well, I mean, actually, you know 這些字或者詞語去填充 這些就稱為fillers 用得多就是noise 想英語進步,我們一定要苦心自問 有沒有經常用I mean, actually, you know 如果有,馬上要解 repeat是重複 名字是repetition 跟人對話,sometimes repetitions are necessary 有時重複是需要的 就要講電話做例,對方說 My number is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你一邊聽邊寫下,還要重複 就說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你 repeat the number to make sure you've got it right 其實單凡重要的事都不妨重複 好了,現在想像看電視節目 一個大人在鬥的小孩子聊天 大人說,what's your name? 小孩子說,John 大人說,John How old are you,John? 小孩子說,seven 大人說,seven What do you like best? 小孩子說,I scream 大人說,I scream 你聽到,對方說什麼,我重複什麼 好像製造回聲那樣,echo,echo 這種echo方法,對小孩子可能恰當 但是對大人難免是討厭的噪音 是noise 面對面交談,假設一個要好講禮的場合 又假設對方身分比你高 那你大多數時間只有洗耳恭聽 還要擺出恭聽的態度 好吧,基本有三個方法 一,看著對方,表示流神 二,偶爾點頭,表示明白 三,偶爾說yes,I see 或者用其他相同的詞語 亦都是表示明白 現在看看這個字 其實這個不是字來的 是感嘆詞,interjection 陸法有很多花款 基本就是,啊 你可以說,嗯,呵呵,什麼都可以 怎樣發音都好,都是表示yes 有些人聽人說過猶不及好 很喜歡,啊,嗯,呵呵,不停說過不停 以為這樣就厲害 誰不知這樣呢,就等於製造了 噪音,noise 給人的感覺就是irritating irritating,討厭 還有flippant,flippant,輕述 用電話通話,眼神點頭 難免不能夠發揮作用 這些所謂body language 唯有說多兩句,yes,I see 或者甚至aha 但是這樣仍然要適可而止 字幕志愚 26 字幕志愁 嗯,嗯,嗯,啊,ori